多倫多大學進行的一項分析發現 紐約市商業區的繁榮程度下降 紐約市的人流量下降了33% 其中紐約市中城區和下城區的人流量 只有2019年的66% 市區市的復甦率在研究的66個城市中排名第54 研究人員從2022年初就開始跟蹤 發現復甦陷入停滯部分原因是 辦公租戶逐漸放棄了租約 該大學的分析發現 復甦效果最好的城市是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 也是排名中唯一一個市中心的人流量 超過疫情前的城市達到了103% 有組織對多倫多大學的分析結果提出了質疑 認為紐約市有5個區的商業區 所以將紐約與只有一個市中心的其他城市 進行比較是不公平的 天洛維斯記者編輯報導